最近买葛兰基金的人可亏惨了 近700万人亏了120多个亿 两支医药基金更是暴跌40% 连支付宝榜单都撤下了葛兰的基金 其实呢 这次明星基金经理葛兰是被诅咒了 因为他遭遇了规模诅咒 什么是规模诅咒 简单说就是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规模越大的时候 赚钱的难度也就越大 面临股票大面积下跌的时候 基本上只能坐看下跌 没有什么办法 尤其是当基金管理规模太大 甚至超过千亿时 会面临三个无法调和的严重问题 基金规模太大 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基金经理的能力圈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基金经理一旦成为明星 一般会将投资范围 被迫的拓展到自己能力圈之外的领域 满足市场的需求 当葛兰因医药股被封城之后 受到资金热烈的追捧 于是葛兰在2020年下半年 成立了中欧阿尔法基金 但大家要知道 这个基金买的是葛兰并不上场的新能源 葛兰如此张坤如此 这两年海外知名的 ARK基金管理人木头姐同样如此 全都没有逃过这个诅咒 基金规模太大 带来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会改变股票市场的趋势 咱们普通人买股票 都是随着这个趋势走的 但是明星基金经理买股票 那可是能改变这个趋势的 葛兰可投资的资金 是达到了600亿 但是A股整个市场 所有的医药板块市值 总共也不过6万亿 所以如果葛兰对某个基金满仓操作 一个基金的资金量 就已经占到了整个医药板块的1% 600亿的资金买医药股 一买就会导致医药股暴涨 买入的成本也随之提高 一卖又会导致市场的暴跌 影响真的太大了 基金规模太大带来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了股票的选择问题 如果普通人买股票 主要是发愁股票实在太多了 不知道买哪一个 但是基金经理面临的问题 是可买的股票太少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约束 就是任何一个股票 都有5%的举牌限制 说白了就是你买人家的股票 资金量占比超过总量的5% 是需要信息披露的 所以葛兰如果想用18个亿 重仓一只股票投进去 还不能超过这个股票 总市值的5% 也就是说标的股票 市值至少在360亿以上 才能满足重仓的要求 但你看整个A股市场的医药股 能满足这个要求的股票 那可真是屈指可数 可能连实质都不到 也正是以上三个严重的问题 导致了葛兰为代表的明星基金经理 一旦掌握了基金规模太大 风险就会变大 尤其是遇到前段时间 市场普跌的时候 资金量太大 往往是割肉都割不掉 因为越卖股票跌的就越快 所以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 千万不要盲目地追逐明星基金经理 请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